下面来看有关中国海尔家电集团收购新西兰Fash&Pick公司的有关的一条最新资讯 中国海尔家电集团收购新西兰Fash&Pick公司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海尔公司所属的投资公司已经收到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 同意海尔家电集团确认Fash&Pick公司的所有股东的股权 目前海尔家电集团收购新西兰Fash&Pick公司仪式 还有待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批准 再来看两条来自新西兰统计局的资讯 新西兰统计局今天预测 明天新西兰人口总数将增加到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 那就是4444444人 类似于这样的数字是很少见的 新西兰人口在80年代中期达到了3333333人 而预计再过30年新西兰人口也达不到55555人 据了解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在三年前曾经达到了444万人左右 目前新西兰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大约每天会增加100人左右 大约每天会增长速度较快 大约每天会增长速度较快